今天是解放军军演落幕的第四天 也就是5月28号 台湾的军方被爆出一条看起来 并不怎么起眼的新闻 但是内行的人看来 其实是一条极具震动性 或者叫做震撼性的新闻 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媒体传说了 台湾的陆军台东地区的指挥部 与空军在屏东的第六连队 原定在今天清晨 实施一个叫做C130运输机的 军品投控及接收训练 但是因为天气不加而取消了 取消归取消 等于天气一好 他这个演技必须要解行 为什么要选择台湾的东部 尤其是在台东县跟屏东县之间 进行这个空投的演技 岛内军事专家 就是台湾的空军前副司令 叫做张延廷 他的解读答案是说 台军非常害怕 解放军攻打台湾时 选择在台东登陆 他说解放军对台湾东部的战略 有四个方向或者有四大目标 第一个就是锁喉 第二个就是打破美台之间所谓的跨岛链接 第三个就是破坏台军的战力保存 最后就是封锁台湾的补给线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 台东是解放军登岛的最佳想定 换句话说 要实现封锁台湾 打破美台所谓的岛链战略 摧毁台军最重要的这个战略保存基地 以及彻底切断台湾补给线 跟相互资源的这个线路 解放军一定要在这个台湾的东部登陆 为什么台湾东部这么重要 大家看看地图 你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 一旦台海战争爆发 美日要支援台湾 基本上都是从台湾东部上过来的 那台湾海峡真正的战争爆发的时候 美日要过来 基本上是不要想出这个回事 因此呢 无论是封锁台湾本岛 还是切断补给 或者说封堵 台独同步的逃离路线 进行这个区域即使 把这个美日挡在外面 台东的这个地盘 或者台东外面的这个海域 都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个原因呢 是台湾东部 其实有台军的最重要的三个基地 包括台湾的自航基地 花莲的加山基地 以及屏东的九棚导弹基地 那自航基地位于台东 这个基地呢 洞窟内可以容纳150架战机 那台湾空军的训练基地也是在这里 因此呢 台军把这个基地又称为 飞行员的摇篮 这里面 那台军 未来最先进的战机 F16V 面对的驻地 也是安排在这边 就是最新采购的这个66架的F16V 那2026年到位之后 全部会摆在台东的自航基地 那另外一个叫做花莲的加山基地 这个基地啊 可以存放250架战机 台军呢 曾经称邮毕说 这个基地啊 是远东最大的地下空军基地 那这两个基地都是在花岗眼下 这个抗震力 抗炸这个能量非常强 因此呢 在台湾民众的眼中 这两个基地是台湾最重要的生命线 由于地处导弹的这种攻击的使脚 以前大陆如果是没有航母的话 那军舰也到复到台湾东部这个海域的话 基本上这两个基地 那解放军拿它还是没有太多的办法 另外呢 在屏东 这个叫做九鹏基地 那这个基地啊 是台湾各式导弹跟火箭武器系统的综合性 试验 组装跟研制基地 台军呢 曾吹牛鼓鼓 这是亚洲最大的导弹基地 这个基地也被称为台湾的休斯顿航天中心 是台军研发火箭导弹等系列武器的这个摇篮 所以呢 解放军如今能够自由地进出台湾的东部海域 现在已经是不太安全了 因此台军不得不防 而且从战略位置的角度来讲 只要解放军拿下了台湾的这个制航基地 那北部和花莲的加山基地 包括花莲基地 花莲的海港 南边的九鹏基地 以及周边的这个台东的丰盐机场啊 绿岛机场啊 南语机场啊 一下子全会被控制不住 所以呢 等于是台湾东部完全被孤立起来 没有办法实习这个东西部的这种互相的资源 也没有办法获得外部军力的这个援助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必须要提前演习 所谓的空投军品物资啊 玄机 他就是在这里了